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过多的自我介绍了 刚才李刚老师已经介绍过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Spark Flink加Colab 更快 更稳 更弹性 其实刚才 就是来自于这个魏仲盛老师 刚才讲到说 他们从MR迁到Spark之后的 主要的收益是来自于Shuffle 同时他也讲到说 字节内部的话 对于Spark Shuffle做了很多的优化 那刚好呢 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跟他刚才说的 其实是同一个事情 就是Spark Shuffle上面的一些优化 那Colab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通用的 Shuffle的一个服务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它有两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个的话就是 它可以接管Shuffle数据 从而使得Spark的 就是BallSpark的计算引擎的计算节点 不需要依赖本地盘变得无状态 从而可以有更好的弹性 第二的话就是说 Colabon对于Shuffle的数据 内部做了重组 变得更Io友好 从而能够更好的提升稳定性和性能 我今天演讲的内容 也主要契合这个题目 就是快 稳和谈 但前面和尾部的话 会介绍背景和Evaluation 首先的话介绍一下背景 就是在分布式计算引擎里面 数据交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NPB的话 可能我们不提 因为它的数据交换是不落盘的 但是对于离线场景 因为它作业重算的代价非常高 所以说它的中间数据 特别是Shuffle数据会落盘 经过一些 就包括我们阿里内部 还有一些别的资料 可以看到说 Shuffle这个环节 它的资源消耗是超过15%的 同时的话 它会有很多性能和稳定性的问题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右边这张图的话 其实就是传统的Shuffle的一个流程 可以看到说 上远的MapperTask 会把它的Shuffle数据 先写本地文件 在写之前的话 它会根据PoditionID 做一个本地的一个排序 那这个排序的过程中 它会用到内存 会对内存造成压力 第二的话 如果它所需要排的数据超过内存 它可能要出发外排 那这个时候会引入额外的IO 同时的话 它因为要存本地盘 所以说它就一定要有 比较大的本地盘 然后在ShuffleRead的阶段 Reducer会去从 每一个Mapper的Shuffle文件 读取属于自己的 Parlation的数据 然后你如果从这个文件的角度来讲 可以看到 会有可能几千的并发的请求 来随机地读取一小部分的数据 这样的 这个就是IO 非常低效的一个原因 那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传统的Shuffle 会存在性能稳定性 包括本地盘依赖和弹性的问题 那阿玛吉凯乐本 但现在还在孵化阶段 是阿里云 捐了给阿玛吉的一个开源项目 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 上述提到的Shuffle的问题 但它的定位的话 就可能未来不只是 想要去接管Shuffle数据 简单地过一下它的历史 20年的时候诞生于阿里云 21年正式对外开源 并且我们有来自 去左条和小米的种子用户 22年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0.1系列 然后这个版本的话 就是正式生产可用 它支持Spark 用的是本地盘的存储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用户 依然在生产场景 会有比较大规模的 0.1.4的版本 同年10月份 我们正式捐赠给ASF 并更名为Club 今年3月份的话 就是发布了0.2系列的 几个版本 支持了Kappa S的部署 同时稳定性和性能 有进一步的提升 就是上个月7月份 我们发布了最重要的一个版本 它支持了Flink的Batch 同时支持了NativeSpark 存储层面它支持了HDFS 运维层面支持了Ur升级 未来的话我们 Roadmap大概有四个方向 第一的话我们希望它支持更多的引擎 MempleReduce我们已经在开始开发 TES Ray Trino 将来都会去支持 存储层面的话 我们希望除了本力盘和 HDFS的话 会多一层内存的缓存 以及各个云场上的对象存储 场景的话就是我前面说的 我们希望说它接管的不只是SHAF数据 还能接管一些的数据 这样的话计算节点就可以完全摆脱 对比较大的本力盘的依赖 此外的话性能稳定性和弹性的持续优化 那下面列了很多就是参与社区的开发者和 Colabon的用户 有国内和国外的来自各行业的 OK 这一页的话就是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用户的正向的反馈 可以看到说从在成本性能和稳定性上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正向的收益 OK 接下来就深入到Colabon在快稳和弹性 三个层面上设计上的一些细节 首先的话这一页讲的是Colabon的核心设计 左边这张图 核心设计可以归结为Push Style Shuffle Potition数据聚合 以及Potition Split 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说 在一次Shuffle初始阶段 Must会去给每一个Potition分配一个Worker 或者一对Worker 如果开启了两副本的话 来存储这个Potition的数据 然后Mapper在ShuffleWrite的时候 它会把Shuffle数据推给对应的Worker 因为它是一个Push Based Shuffle 所以说它不需要对全量的Shuffle数据做排序 从而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对内存占用的一个问题 那同一个Potition的数据 最终在正常情况下都会生成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的话 它的Size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大的 那在Reducer 在ShuffleRead的界面 每一个Reducer只需要从某一个Worker上读取一个文件 那这时候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顺序读的一个Pattern 那从这个架构上可以看到说 Mapper端不需要依赖本地盘 Reducer端 它读取的是一个顺序读取的一个模式 从而解决了前面所说的性能稳定性和对本地盘依赖的一个问题 右边这张图是说 一个Pattern的数据量可能会非常大 那为了避免单Pattern把词盘打爆 以及可能出现了一些性能问题 我们实现了Pattern Split Worker会监测每个Pattern文件的Size 如果超过了预设预值会去触发Split 触发之后呢 那属于这个Pattern的数据将会推向一个新的Worker 这些Meta信息会记录在ShowerClient里面 Reducer会去从两个Split中读取属于自己的数据 但这里的Split我们还提供了两种模式 一种是SoftSplit 一种是HardSplit SoftSplit它的切换是比较平滑的 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说 一个文件一定会小于预设的预值 HardSplit是一定会保证 不会超过那个预值 OK 核心设计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步化 我们在很多环节都做了一步 就比如在推数据的时候 Club的Client不会去block计算引擎的Task现成 而是一种一步的方式去推送 比如在刷盘的时候 Club的Worker在内存中接收到数据之后 就马上返回ACK 然后同时它有一个一步的Flush现成 在内存中累积一定数据的 一定量的数据之后才开始刷盘 一步Commit是说 当我上游的所有的Mapper结束的时候 我需要告诉每一个Worker我要把内存中的数据刷盘 那这个过程我们也是一个一步的 不block就是比如说Spark去把ReducerTask先调度起来 那Fetch的时候 我们也是以一种Popline的方式去读取数据 我们知道 计算引擎当中的数据 存储一般有航存和列存两种方式 那列存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说它对于数据的编码的效率 要远远高于航存 也进而使得我这个数据的size 会有非常大的下降 在我们测算下来 如果Shuffle数据以劣势存储的话 那ET的TBCDS会缩减40%的数据量 那为了拿到这个收益 Kelabon Client做了 在ShuffleWrite和ShuffleRead的时候 做了行列转换 那OK 在做了这个之后 在行列转换 它其实也是有一定开销的 我们测下来 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行列转换的逻辑 或者说解释的那个开销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进一步引入了 Spark内部的这个CodeGeneration的技术 把解释执行的方式 转换成了编译执行 从而降低了这个 行列转换的一个overhead 那总体下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计算层面的overhead 跟之前是持平的 但是我们的Shuffle Size 可以减少40% 就最近几年的话 大数据计算引擎 用native语言去重写 它们的执行层 其实是一个趋势 比如说快手 它们用了Dead Fusion 去重写Spark 那还有英特尔的话 它们开完了Gluton 去让Spark对接 Vlogs或者Clickhouse 过去一段时间的话 就是Gluton社区 跟Kalabon社区 做了紧密的结合 紧密的合作 我们把Kalabon 集成进了Gluton里面 Gluton它本身的话 也有一个native的partition 去做Shuffle 但它原始用的还是 Spark的External Shuffle Service 那个框架 存在以上的各种问题 那Kalabon加了 和Gluton结合之后的话 它们两者的优化 可以得到一个证交 我们测算下来 在Sala盘的环境下 性能会有 相比于Gluton原生的 Shuffle会有8%到12%的提升 多层存储 多层存储的目的是说 对于一些小Shuffle的话 我们可能并不希望 它最终落盘 那么希望它整个生命周期 都能在内存里 并且对于大的Shuffle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 Kalabon的集群的本利盘 也不足够多 但同时我们有HDFS 或者对象存储 那么我们希望说 你能把本利存储 作为一种缓存 从而能够适应各种硬件环境 这个的设计目标是说 我们每个Worker的话 是可以在内存本利盘 HDFS或者对象存储中 任选一到三层 作为它的存储介质 同时的话 快存储总是优先 小的Shuffle 永远能够存留在内存中 以上就讲了性能方面的 接下来讲稳定性 稳定性做了好几个事情 第一的话 是我们实现了两副本 第二的话是Revive Revive的机制是说 PushData是最高频的操作 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当PushData失败的时候 Kalabon倾向于 不认为Worker失败 而是说 可能Worker只是一个 短暂的失败 这个时候 我们不会让Task失败 而是去让它 把后续的数据 推给别的Worker 然后在最终 在最终 Stage End的时候 去检查 有没有数据丢失 这个就是Revive的一个机制 此外的话 我们还做了磁盘隔离 Worker会去检测 本利的磁盘 包括集群的健康检测 还有RPC的重拾 Kalabon集群作为一个服务 我们希望它永不停服 但服务又有升级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快速的滚弄升级 滚弄升级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操作 但是怎么样能让这个升级的过程快 其实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同时还不希望它影响正在运行的作业 Kalabon实现快速的滚弄升级 主要依赖于前面讲的Split的机制 简单来讲就是说 当我需要重启一个Worker的时候 我首先的话我要告诉Master说 你不要给我分配新的负载 第二步的话是说 对于我当前正在服务的那些partition 我会告诉你 你不要继续推送了 这个就是通过Split的机制 那Client会去推 会去选择新的Worker 并且往新的Worker上推 那当所有的Client都不再往我自己推的时候 我就把我内存中的数据刷盘 同时把我内存的一些状态信息存储在本类的LevelDB 这时候我的内存中就是干净的一个状态 我就可以重启了 重启之后 我通过读LevelDB恢复状态 并且把我自己重新注册给Master 那此后的话 我就可以正常的服务 包括我重启之前 退给我的数据 我也可以正常的被读到 流控是为了避免说顺时的洪峰 把ClubonWorker的内存给打爆 这里面我们提供了三种机制 分别使用在三种不同的场景 我们希望说流控既能兼顾安全 就是内存不要被打爆 同时的话不要引入额外的overhead 那反压的机制是性能最好的一种方式 它没有额外的RPC控制 它只是检测Worker的内存当前的使用量 如果说超过预警接线的时候 我会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的话是我会切断源头 如果从Worker的视角来讲的话 它的数据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Client的推送的数据 一个是主副本 向从副本发送的数据 这时候我会切断两个源头 当然这边有些细节是说 不同的颈预位线 它切断的源头不一样 那切断源头之后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要泄洪 然后把本类的数据 强制Flash到磁盘中 然后当我的警卫线 恢复到一个安全位置的时候 我再恢复数据的发送 下面这个的话是Credit Based Credit Based的比较常见是说 每当我给Worker推送数据的时候 我首先要一个Credit 也就是说Worker预先分配给你一定的内存 你才能去推 这个时候就会有额外的控制流的开销 Credit Based我们主要使用于 Flinker的Read的场景 因为Flinker它需要管理自己的内存 我没办法说 它需要管理自己的内存 所以说我的Shuffle Read的数据 在被Client读取的时候 我要保证Flinker Client 已经为你分配好内存了 用材控制想解决的是说 极端的情况下 我的反压的检测的时间间隔之内 可能也可能被打爆 那这种时候呢 我希望说Client在启动的时候 是一种所谓的Slow Start 也就是它一开始推送的速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推送速率的增长是比较快的 那我到了一定的速率值之后 我的增长变得比较缓慢 那同时如果Worker告诉我说 你需要被UCI控制了 那它就重新回到Slow Start的状态 负载均衡 Column集群的话 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部署在Ego的集群 那它们的CPU的处理能力 包括它们磁盘的容量 磁盘的性能都是不一样的 那在Ego的环境下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负载能净可能的分配给更快 更大的Worker或者磁盘上 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Column的Worker会去实时地检测 当前磁盘的性能和状态 并且随着心跳发出给Master 那这样的话 Master就会有一个全局的 所有的Worker 以及所有的磁盘的状态的一个视野 然后它基于这些信息 再根据一定的算法 去做负载的分配 OK 接下来的话去讲弹性这部分 Column的部署方式有这三种 第一种的话是混布 也就是跟HDFS和一样 部署在同一个集群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 它有很多的容错 包括说ColumnWorker本身 对于内存的资源的需求 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针对说 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个集群 同时我不希望你额外 引入别的资源的场景 第二种方式的话 是说Column独立部署 这个比较适合说 我可能不希望Column 影响HDFS的磁盘 希望能够有一定程度的隔离 第三种的话就是 完全的存算分离 就计算节点可能是 KabS或者是On一样 它本身 但是它的那个圆表的数据 是从对象存储的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 存算分离的状态 那Column的话 它就额外地去部署 这样的话 不管是KabS 还是Column集群 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弹性 来达到 就是整个计算层面的弹性 这个的话 就是存算分离架构的 典型的一个方式 就左边的话 因为同一套Column Cluster的话可以支持不同的引擎 这边的左边的话是Spark 右边的话是Flink 它们两个 包括Column集群本身 都可以部署在KabS上 然后如果以Spark举例的话 那Spark 它的动态资源的伸缩的能力 可以 可以在作业运行的过程中 有极致的弹性 同时Column Cluster的话 它也可以根据整个集群的负载 去做弹性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云厂商的话 可能会提供一种叫抢占式节点 那抢占式节点呢 它其实是不稳定的 一旦被抢占的话 目前的话 大概率会导致 至少Stage级别的重算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Shuffle 交给Clubon Cluster之后 它只需要重算Task就可以了 最后一部分是Evaluation 我们有一个用户的话 就是它采用了混沐的方式 部署在一样的集群上面 部署了一千多个Walker 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Spark作业 可以看到说 它的Task并发是几万级别的 然后Shuffle Size是十几T的 Daggan Shuffle Size是十几T的 可以看到说这个在Shuffle Write和Shuffle Read的过程中 都是非常稳定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Spark的作业 我们有别的一个用户 它的单个Spark作业的Daggan Shuffle 是有100T左右 然后它们的Task并发是 30多万个并发 这个是阿里内部的一个 比较大的Flink Batch的一个作业 我们阿里内部的部署方式是说 Flink和Kelabon都是OnK8S Kelabon集群 现在已经有了 有500多个Walker 但每个Walker的话 使用的是二十几个G的内存 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单个Shuffle有684个TB 也是比较稳定的 刚才讲到的滚动重启 这个是我在测试0.3的滚动重启的一个过程 可以看到说我在19分44秒的时候 对这个Walker发起滚动重启的信号 然后它在不到9秒 它在9秒钟之后 正式地退出 然后在又过了 又过了16秒之后 18秒之后 它又重新地注册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作业 其实是跨了这个重启的时间范围的 但这个作业完全没有受影响 而且这个重启的过程 这个case里面不到一分钟 在生产环境的话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混步的用户 它分十批去滚动升级一千台Walker 然后每批的话只需要两分钟 并且作业几乎是无感 现在的层面 我们首先测试了纯Shuffle的一个Benchmark 对比的是客人的ESS 还有Clubon 0.2和0.3 Shuffle Size分别是1.1 2.2和3.3T 可以看出来 0.2和0.3的性能都是优于ESS 并且随着数据量的增大 性能的优势更加明显 同时0.3相比于0.2有进一步的性能提升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10T的TBCDS 这个是硬件配置 我们同时测了开了两副本和单副本的性能 单副本的话是比ESS提升20% 两副本的话是提升15%左右 弹性其实我这里给的是一个用户案例 它是用了存算分离的部署方式 数据存在OSS 计算层面用的是Spa on Kappa S 然后Kalabon它是部署在他们已有的一个机群上 部署了100个Worker 他们每天的Kappa S的弹性能够有好多好几万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整个作业还是稳定运行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这里的话就是怎么样去加入我们的一些信息 Kalabon社区是一个很多元很开放 也很热情的一个社区 基本上所有用户我们都会拉一个小群去支持他们 并且的话对于开发者提的讨论啊 或者说PR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review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社区 好 谢谢 好 感谢周克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给我们详细地去讲解了Apache Kalabon的一些高性能的这样的设计是 我们呢也给现场小伙伴预留一个问题的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科养老师进行提问 那一位 你好 郑老师 问一下就是在那个Sharp节点过多的时候 将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网络瓶颈啊 Sharp 对 我们部署这个Kalabon将来可能从100多个件 扣到1000多个件 将来在一些那个网络交互上 会不会出现一些网络风暴或者单点的一些网络 它的那个那个旅游扛不住的 我们现在我了解到的就是最大的部署的规模是几千台的样子 没有过万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如果不做限制的话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发生的原因是说 当我们 我刚才讲到说 我们在每个Sharp分配Worker的时候 如果对Worker的数量不做限制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每一个Spark的Executor 都会对每一个Worker都会产生一个连接 那这样从一个Worker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就是所有的Executor都会去连这个Worker 其实这个是如果Executor的频发特别大的话 这个Worker上的连接就会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是做了两个方面的优化 第一个方面就是 就是我们Executor跟Worker之间的连接数 其实是做了一个复用 不管你Executor的规格有多大 比如你32个Core 但是我们也可以只有一个连接去复用 第二的话就是 当我们在分配Worker的时候 其实可以限制Worker 就每一次Shuffle 比如说你可以限定它 只需要分配到100个Worker上 虽然我的并发可能是有1万或几千 但是我只分配到100个Worker上 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Worker 它来自Executor的连接数就可以有受控制 这个是在那个参数去设置的 对 这个是Client的端 提交端的参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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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